國小的時候不是通常都還是會習慣有家長接送嗎 那我們大概三年級 四年級 我們就很常被遺忘在那個校門口 就是一直等不到爸爸媽媽來接 這很誇張 我們跟那個媽媽有一個默契 只要打電話 接學校的電話打十分鐘後沒接 我就知道今天要自己走 然後我走最遠的是因為我五年級有轉學 可是那一天我不知道為什麼等了一兩小時 我媽都沒有來 結果呢 我走到快要到那個工廠門口 我媽才開車出來 可是我已經走回來 我大概那次走了快一個小時 對 印象最深的時候 我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買廢車 我先開到我一台轎車 在桌上慢慢去找店頭 甘下店 就拜託你們有在買嗎 就這樣慢慢買 有時候我們鄰家的老闆都會說 你愛去找大賣 我給你介紹我的大賣 所以我是這樣 從一間兩間 開始買到十間二十間 到一百間二百間 然後就是整台車貨載著 然後我們這三個就是躲在那個貨車的那個 後面有那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然後就這樣載出去賣 那個就是我們小時候的那個六日的生活 因為他們也沒有時間帶小朋友 二年八十二代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湯已經有一個情節的湯匆 傳統的冰糖結晶 它是有棉線 然後它還要在那個結晶筒的旁邊 還要附著一張紙 固定那條棉線 所以它會造成這一些的異物 爸爸他們那個 在1995年的時候 他有去重新改良過 我們的那個結晶的方式 整體的品質也是比傳統的這種所謂有棉線來的好 胡鬚章 王品他們這種類型 我們就是會採用我們家的冰糖 專業的冰糖廠五年之後 其實客戶覺得我們家的東西 做的品質都OK 所以他後來就提議 建議我們說 反正我也是會賣黑糖 也是會賣冬瓜茶磚 你才不會做 為什麼我們會搶這種 脆皮冬瓜 因為這種冬瓜 它的肉比較厚 它的脂比較少 我們在加工 要做冬瓜茶的時候 它這種的味道比較好 冬瓜茶磚很簡單 你就是要用料實在 你一定要真的有這個東西 而不是所謂的香精去加一加 就可以生產出來 我們家的冬瓜茶磚 跟人家不一樣的地方 是我們是用實體 就是真的冬瓜下去熬煮 然後我們最大的一個優勢點 就是我們可以替人家 做它想要愛的口味 我要口要淡一點的 或者是我要焦香味的 那個其實都是在溫度的控制上面 或者是原料的選材上面 都是要特別有測試過的 當然沒辦法釣到 他想要要濾香味 我就有辦法 那個不可能的事情 我其實就是日湯的變化 裡面去釣下 他們要去釣製的東西 市面上看得到 這些知名的飲料品牌 就已經前十大 我們大概就有佔七成 冬瓜茶磚的話 我們現在一年的產量 生產量大概就是500栋 101的疊起來的高度這樣子 我們以前我們鄉下所在 你叫他去做這個很困難 什麼叫做愛想 沒有幾個脈 我記得我們當初是 要殺這個制度的時候 我們裡面原工 這樣理解的一堆 他甚至跟他說 我是來做工 我不是來去抓筆的 你叫我抓筆 他這支筆要怎麼抓 每天叫我寫這麼多 我的工作都不用做了 真的要這樣跟你說 所以他就 有一次我們在那裡開工 他就說 他 他還是要回來穿做 我說 你如果有一點要回來穿做 你就比他早要回來 記得我剛退伍隔天就回來 那時候我爸就是跟我說 那你從冰糖開始學 我說有什麼了不起 不就是這個東西嗎 然後 我記得冰糖我學到 他確定 他可以結晉 學了快兩年 一年半的時間 那中途 失敗的原因是 因為我 那個天氣冷的時候 他會 那個糖膏流不出來 那才發現 原來 整鍋都失敗了 晚上我就打電話跟姐姐 我說姐姐我好難過 為什麼 為什麼接班 工作的事情壓力這麼大 為什麼我一個這麼簡單的東西 看起來很簡單 為什麼我會做到這樣 當初的糖又貴 一包糖要一千三百多塊 不好說 那一鍋的話 可能四十萬可能跑不到 因為我現在講只有一鍋 可是 這一年半可能發生滿多次的 以前我一定會沒 但是買了我一個客戶 他說 你 對完工你就能夠團潤 你對你自己的兒子也要團潤 尤其是 輕鬆的要學 所以 我那個客戶 實在說 很感謝那個客戶 他跟我說一句話 他 讓我有那個心態 覺得說 我們對我們的完工做不對 我們就能去接受 為什麼你自己的兒子 要求我接受 經驗度有一個新的客戶 他是想要做 充泡的飲品 覺得他顆粒太大 你有沒有辦法再幫我辦小一點 然後我就拿到這個需求 我又回來問他們場內說 誒 客人說想要再小一點 當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就說這些客戶是 無理取鬧嗎 當下兩個表情都一模一樣 就做成說 是要多小 都已經這麼小 到底還要多小 第一 你可能機械要做更改 那再來的話 你的包裝設備這些 你可能等等 你都要做修改 我就直接全部都算出來給他聽 我說那你這樣還要做嗎 那他也是強迫的 是說 你就跟我說可以 或者不可以這樣 測試下 真的確定OK 我才把那一包樣品 拿去給客戶測試 果然一測 他們就很喜歡 在我回公司的時候 我就有跟爸爸媽媽他們 去提到說 我們既然都已經在 台灣已經有一定的市場了 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說 來直接做國外的市場 因為國外的華人其實很多嘛 客戶他們如果說要推廣其他國家 比如說他有需要那種 可能像進美國你就需要美國營養標 你進那個法國你就需要有法國他們當地的一些要求 那我們在這邊都是 當然如果在我們廠內可以做處理跟幫他配合的部分 其實我們 這樣目前出口的國家大概零零公共 就是包括間接出口的 大概已經有25個國家了 所以就是印象最深刻就是我前 欸去年吧 我們有一個客戶他要賣到阿根廷去 我就很開心跟他們說 欸 我們的冬瓜磚這個東西竟然要賣到南美洲去耶 他要坐船比那個40天還久 其實做永續ESG的這一塊 那為什麼會在今年做 就是也是剛好一個奇蹟 有客戶出口到英國 然後他就打電話來跟我們說 欸你那個冬瓜磚的外面的那一層收縮膜的重量是多少 我說嗯 怎麼會要問這個收縮膜的重量 他說因為這個現在進去英國 你必須是要被增塑膠稅 那包括我們的那個黑糖 外面那個塑膠袋 你都是必須要跟他算你的重量是多少 他必須要去客增這樣子相關的稅 然後我們才去覺得說 欸既然已經有遇到這樣的狀況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提前幫其他的客戶做布局 跟做規劃 這幾年在外國際貿易這個區塊是儀點證料比較好 包括像一些公司的認證方面 這個區塊都是他們回來之後他們去做的 所以我是覺得目前他們兩個現在要配合是算的 滿OK 天意一份的嗎 還不能到達天意 還不能到達天意 有太加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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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人家說嚴教不如生教嘛 然後他們就是非常好的例子 他不善於嚴教 可是他們的生教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我們未來 不管是10年 20年 30年 都是我們值得去學習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教育很成功 所以接下來ен遞減少進來公司的天數沒有關係 可以稍微放心 對 así嗎 重點是這個 我現在 vendo Montez一 Guten 你跟媽沟通之前還在找的我出去 我現在開始放在出門